11月2日晚,张欣益突然在微博大胆施爱,我爱你。 稍后,张欣益自抢杀发称,此时你可以在现场牵他的手,让他大声一点。 此表白让网友一头雾水,纷纷脑洞大开留言调侃。 有网友说,这种迷之自信到底怎么练出来的? 还有网友说,既然我们相互爱着那就在一起吧。 突然觉得你好像是怀孕了,袁红也爱你,也有网友猜测可能是被大号了。 近日,张欣益现身上海红桥机场,全黑路可变身黑袍女巫。 嫁黑超名嘴凹造型耍酷,张欣益还开心抱住红桥一姐,仿佛红桥一姐变大明星,张欣益变小粉丝。 之前,张欣益晒出一组和袁红的照片,有点小俏皮的埋怨说,你能不能别拍了,哈哈。 张欣益和袁红一身情侣服出行,袁红头戴一个草帽身穿黑色短袖,胸前挂着一个黑色墨镜,正在给张欣益拍照。 张欣益则是特别专心地吃着东西,看着其他方向。 不过张欣益这个发型也是亮了,是不是照着当年给花花剪的发型做的呀? 突然发现袁红对着自己拍照,瞬间一脸嫌弃,来自二姐的鄙视,估计当时心想,就不能让我好好吃点东西吗? 吃东西的时候,拒绝当模特,毕竟吃最重要,要专心。 随后发现袁红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,回过头来继续吃,反正也习惯了,你俩这是赤裸裸的虐狗吧? 网友评论说,小红花就是喧气狂魔,还一银圆弧的内心,我的眼里只有你,你不让我拍,你还让我拍谁?